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话题 这个主题叫掩替 在过去国中的旧课纲 就是九年一贯课纲 那时候是没有掩替的 但现在新的课纲 如果再讲的是 十二年国教新课纲的话 掩替已经放进去了 那国中的掩替其实讲的比较简单 那到了我们高中 会等到我们高三再上 请用生物室 就第四册的时候 才会大概比较完整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就是很快速的 到底掩替在讲什么 很快跟大家说一下 掩替的一些重点是什么 好掩替其实讲的就是 生物的物种随时间发生的改变 掩替就是掩变替换 但是记得 生物物种的组成发生改变 不是指演化的意思 演化是我们可能添折 有些表真不见 有些表真开始慢慢演化下去 随着时间被添折掉 整个生物在一边改变 一边在被添折 可是生物的组成不是 生物的组成是说 本来是ABC这三种物种在这边 隔了几年之后 可能消失了 然后这个D 另外一种物种F可能进来了 或者生物的物种组成发生的改变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讲 但是所谓的物种的组成改变 有几种模式 一种叫动态平衡 一种叫掩替 掩替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什么叫动态平衡 就是我已经维持稳定状态了 而且这个动态平衡 会随着季节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这种人在这里 它是周期性的变化 今日变成A棉变成B 又变成A又变成B 好比如说日夜变化 日行性动物跑出来 所以在白天 哇你看到日行性的鸟啊昆虫 到了晚上变成夜行性的蝙蝠啊 或昆虫跑出来 好你看物种的组成 白天晚上不一样 那是不是物种组成的变动 只是白天晚上 又变白天又变晚上 这叫周期性的来回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平衡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四季变化 春天有春天的物种 秋天夏天有夏天的物种 然后秋天然后冬天 又回到春天 所以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这些物种的组成 物种的组成 就随着四季周期性的变化 而跟着变化 好那这是动态平衡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下面这个 叫掩涕 掩涕是什么呢 我这个状态 我这个生态系 并不是在平衡的状态 也就是我经过变动 经过一些重大的改变之后 它物种的组成 重新发生变动 那跟上面的周期性变化不一样 因为消长的是单向的 就是我只能从A变成B变成C 就停住了 不能回到A 除非你又出现新的大变动 它是单向的变化 OK好 上面举个例子 土石流 之后发生了地貌变化 好假设 假设有个森林的山坡 突然间下大雨 整个土石烟迈过来 哇都是土壤啊 都是石头啊 好这时候呢 原案的动物都不见了 原案的草跟植物都不见了 只剩石头跟土这样子 好后来呢 隔一阵子之后 开始有小草长出来了 开始有灌虫长出来 灌木长出来了 后来呢 再隔了几年之后 开始有小树长出来了 然后树越越大越越短 这个本来是个森林的山坡 因为土石流后 变成沙子石头土 后来长了草 后来长了灌木 后来变成森林 是不是从石头堆 慢慢变成草的状态 灌木的状态 变成森林的状态 像这样子 从石头堆到草 到灌木 到森林的样子 它的物种组成 不就一直改变吗 只有草的时候 这边的昆虫 跟变成大森林的时候 这边的昆虫 跟动物 当然组成不同 植物的组成 也更得改变了 这就是土石流后 这个山坡梯 它的物种组成 会逐渐随时间发生转变 就是掩涕了 这是掩涕的例子 掩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掩涕又叫做消长 掩涕掩涕 就是掩变替换 物种的组成有改变 有替换 就像是你消我长 我的物种 一开始是草很多 后来草变少 变灌木为多 后来灌木也变少 变成桥木 变成森林为多了 就是你消我长的变化关系 所以掩涕又叫做消长 它指的是同一个环境内的生物群集 这个生物的各种物种的物种 然后在那边形成一个生物的集合 叫生物群集 然后随着环境因子跟时间的变化 而跟着变化 这样的变化会出现 原来有的生物群集会 暂时会永远的减少 当然有时候甚至会消失 像会不会一开始 有些草在石头上成长 后来变成森林之后 那个草完全就不存在了 那个草只适合在 裸露的岩石上生长 不喜欢在森林中生长 也有这个可能 但通常是变少而已 就是石头上的草 到了森林的阶段还在 只是比例变得比较小一些些了 好这样的过程就是 最多的物种 很多量的 多个体的族群 多个体的物种 本来是草 多个体之物种 本来是草 后来变成灌木 后来变成桥木 这个物种逐渐变 另外一个物种取代 这个过程就叫做掩替消长 掩变替代 或是你消我长 就是这样的过程 好 那这个掩替过程是有一定的次序的 它是单向 而且是有一定的次序 单向也很重要 不像之前讲的动态变化 就是周期性的变化 所以掩替是一个单向有次序的变化 而过程中会发生 最多个体的物种 会逐渐被另外一个物种取代的现象 好了那既然它是单向有次序的 所以它的结果就可以预期了 好 那这个预期的结果 它是长时间的连续变化的 单向不可逆的这个变化过程 是渐进的 过程中不容易划出它的明显界限 好 那最后会停在最巅峰的状态 这个时候成为巅峰群集 也叫做吉项 好 所以消长会停留在最后面的状态 就是最佳最稳定的状态 就不会再有明显的消长了 这个时候就说你这个地方已经演变至了 巅峰群集或叫做吉项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案例 如果有个地方是裸岩 这是要特别大家讲 我们地球上还有裸岩吗 裸肉的岩石 比如说因为地壳大变动 大地震 然后上面突然全部都震掉了 然后涌出了一个很大的岩石 或者是火山噴发 它整个地表都被火山的岩浆覆盖 而岩浆冷却之后变成一大片的岩石 这就叫做裸岩 好 一开始就有岩石的时候 一般的生物根本没办法生长 所以最早进来的是第一 显台这些植物 其中第一先来 第一是藻菌共生 就是绿藻跟真菌一起共生的生物 我们刚刚好像有提到它 好 它是比较能够适应这个恶劣的环境 真菌可以生入石头 吸收水分无济岩 早来可以行光合作 好 所以最早是第一先长进来 后来显台就可以长进来了 第一根显台在生长过程 会把石头弄碎 像这个第一显台 它的生入石头的这些菌丝 或是显台类生入石头的甲根 记得显台类不是维管树植物 它不具有维管树 所以它地下的那个构造 不能叫根 因为它没有维管树 维管树必须要 根必须要有维管树的 所以显台是甲的根 叫甲根 它的金叫甲金 它的叶叫甲叶 显台的甲根就会生入岩石 岩石弄破弄碎 这个甲根或是真菌的第一 第一的真菌 它分泌的物质 包含酸性物质 会侵蚀分解这些岩石 让石头被攻化掉 当石头破裂之后 变成小石头 继续破裂变成小沙子 小沙子吸了水 就有机会变成土壤 当你有沙子 有吸收了水之后 草本植物的种子就可以萌芽了 草本植物的根更厉害了 可以让这些小石头 变得更碎 好那草本长得很快 草本就长大 然后冬天可能死掉 然后隔年又有种子萌发 这些死掉的草本植物 就会腐烂变成腐植植 跟那沙子昏在一起 就变成土壤了 所以土壤的厚度 逐渐开始变厚 一旦你有土壤了 其他的植物像灌木或是桥木 就可以慢慢生长进来了 所以你看一开始是裸岩 后来第一显摘进来 草本植物进来 灌木进来 灌木跟桥木一起长 然后桥木越越多 最后变成很茂密的森林 这个过程是单向不可逆的 而且可预测 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一堆石头 接下来就是第一要进来了 你看到第一了 接下来就是险台机要进来了 你看到一片险台在石头上 接下来就会变草原的样子 草本植物会进来 但你看到一大片的草原 上面一些碎植子子 灌木准备要进来了 当灌木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预想得到 接下来桥木就会长进来 有机会会演变成森林 你看我可以预测它的下一阶段 所以这个肖长或叫掩替 是单向慢慢变化 而且是可以预测它下一阶段的 但是它中间的变化 不是是连续变化 不能切割 就像你草原变成灌木林 那要几颗灌木 才能叫做灌木林呢 它是个连续变化的 那灌木林开始出现桥木 那你桥木要多到多少 才能被叫做森林 没办法区分 因为它是逐渐转变的 渐变性的过程 以上这是裸岩的 那在一开始 如果你是裸岩阶段 这时候最先长进来的生物 叫仙驱种 像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根显台 还有一些昆虫 都是仙驱种 你看这边是裸岩 太阳一晒好热 太阳没有就好冷 然后水分也很干旱 所以在这个地方 必须要有一些特色的生物 才能当仙驱种 个体要很小 因为你的生活史很短 你可能要在几天或几个礼拜之内 就要长大 然后生小孩 所以你的身体没机会长大 所以个体很小 生活史很短 可以大量的繁衍成后代 把这个漆地占满 好 奔赴的又快又广 可以适应强光跟缺水 以及温度变化 因为这边晒太阳热 没太阳就很冷 所以仙驱种 仙驱种通常对于环境的失忆力很强 个体小 生活史短 所以通常像第一显胎 或是蚂蚁昆虫 这些生活史比较短的生物 就适合当仙驱种 好 那仙驱种如果很多 像这边有第一 有显胎 有各种蚂蚁 各种昆虫 这些仙驱种 所聚集而成的群集 就叫仙驱群集了 那物种会 一个物种会形成族群 不同物种 就会形成群集 那很多物种 很多仙驱种 合在一起 就叫仙驱群集了 通常种类不多 大部分是植物 尤其是第一根线态 组成通常不稳定 然后会替换非常快 比如说一个台风来 就可能都死光了 或是一个干旱 又死掉很多 会变成不同的物种可以进来 这是掩替初期的状态 那到掩替末期 就会慢慢变成最稳定的状态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巅峰群集 巅峰群集通常就是结构稳定 它的垂直分层性要很复杂 比如说桥木很高 灌木比较低 灌木在这里 然后有草本 然后有第一 然后地下上也可能有地下层 你看高的 矮的 中的 矮的 一到下面 分层很明显 好 因为你分层很明显 有的是上面 有的是中间 有的是向阳 它的漆地变化就很多了 那竟然有不同的漆地 有的喜欢在高大树的树梢 有的喜欢在树顶 有的喜欢在桥木 有的喜欢在草本 你的物种就很多了 适合在树顶的物种 起到树顶 适合在树梢在树梢 适合在灌木在灌木 所以可以隐含 隐藏更多的生物在这边生活 所以物种会最多样 生物的数量也很多 它们这些生物的质量也很重了 好 那因为物种多 食物网就会交互关系很复杂 所以忍受性很大 什么意思呢 当你食物网越复杂的时候 这个生态系越稳定 还是那个词稳定 为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食物网很复杂的话 就对吧 你的食物很多样 今天有一个物种不见了 死光了 你还有别的物种吃 所以食物网越复杂的生态系 它越加稳定 所以到掩替末期 就是一个生态系 最稳定的状态 我们就称它为巅峰群集 就是这里最稳定的状态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消长过程 个体很小 寿命很短 生活史很快 什么叫生物浅的呢 就是生殖的能力 就是你身体很小 生活史很短 生殖很快速 生殖能力高 生一堆小孩 像昆虫生一堆大 生殖能力高 生殖非常快 但是一旦你掩替成所谓的巅峰群集的时候 变成大生灵 就可以容许有些生物 寿命很长 生活史很长 个体非常大 要好几年才生小孩 像大象要长好几十岁才能生小孩 好 它们的生殖能力很差 一年可能生一胎或不生 生殖能力就可以小一些些了 为什么呢 不急 因为环境很稳定 我生命变长了 人家昆虫可能只能活两年 当然在这两年内赶快生 如果可以活70年 我干嘛那么急了 在前十年生小孩呢 我就可以慢慢的 像大象像人类 我们的生殖能比较弱 我们一年可能最多生一胎吧 对不对 可是你看蟑螂一年 可能生几百胎 对不对 所以这是巅峰群集 跟肖长中的群集 它的比较 它们的特质上的差别 好 那整个肖长过程呢 我们生殖系的组成 跟功能都会改变 你可以想想 草原它的物种组成 跟草原对于生殖系的影响 跟森林的组成 跟森林的功能都会不一样 所以肖长的过程 自然我们生殖系的物种组成 跟生殖系的功能性质 都会跟着改变 物种改变了 生物之间的互动也改变了 我们能量的传递方式 元素循环的方式 跟食物网 食物链 当然都会跟着改变了 这个改变都是一样 是渐进缓慢连续性的变化 好了 最后就变成稳定的状态 就会稳定成一个状态 而这个状态稳定成什么样子 完全取决于当地的环境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刚刚虽然举的例子是 裸言慢慢消长 掩涕成森林 但是跌波群集 一定都是森林吗 不一定的 你去看南北极 有一次北极附近的极圈 极圈 极圈附近有机会形成森林吗 不行 因为太冷了 所以在极圈附近 指着形成险胎跟草原 很茂盛的胎原 它不再可能变成灌木林 或是森林 不可能 可是你看非洲好了 非洲呢 非洲 非洲常见的叫蚌原 或叫西树草原 为什么非洲有些地方 不能变森林 因为太干 水分不足 所以在非洲某些地区 就是它最多只能变成西树草原 很西树的大树 可是它主要是草原 所以它无法变成森林 因为太干 极圈为什么不能变森林 因为太冷 所以不是所有的环境 它的颠峰群集都是森林 那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环境最后的颠峰群集 是显苔类的苔原 还是草原 还是灌木 还是森林呢 要看当地的环境因子 简单来说就是 温度跟雨量在决定的 温度跟雨量决定了 这边的 这个地区的生态系 消长到最后面的巅峰群集 是属于哪一种群集 完全由环境的温度雨量 等环境因子来决定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找个农田 这个农田呢 今年农夫觉得 耕种太辛苦 收益不好 我不种了 把农田全部荒废掉 农田的工作物收割完之后 就不理它了 农田开始长出草来 所以找了一些草 草越越多 少数灌木蟲的灌木也进来了 然后就越越多 灌木草越多 发现桥木也开始进来了 慢慢就变多变多 哇 你看有很多草 草本植物 很多灌木 有很多桥木 好 这时候桥木好多 因为已经变成小森林了 好 那整个扁变过程 有注意到吗 我们从草跟灌木 跟桥木在 随着时间变化 一开始是主要都是草 后来桥木开始进来 后来桥木才进来 一开始草低最多 后来桥木变最多 后来是桥木变最多 所以它的物种组成 会随时间发生改变 草可能还在 但它已经变得 不是最多的物种了 后来变成灌木 灌木是最多的 后来变成森林之后 变桥木为最多的了 好 所以它们的组成比例 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 好了 那因为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有裸岩跟农田 所以我们科学家 就把肖长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初级肖长 一种叫次级肖长 初级肖长指的是 原先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生物 比如说刚刚讲的岩浆冷却 或是海底火山 噴发形成的火山岛 这个火山岛本来是不存在的 这个火山的熔岩 形成的岩石 这个岩石上面 本来是没有生物的 睡觉没有生物的 不毛之地 这时候你要掩涕 要肖长就会很慢 因为你要从头开始 从险胎长进来 第一先长进来 险胎再长进来 然后开始有些碎砂子 碎石头砂子 吸水 然后草本才长进来 它经历的阶段会比较复杂 从头来 先第一 然后险胎进来 然后草本进来 然后再灌木进来 然后桥木进来 所以因为它历经的阶段比较复杂 所以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初级小长 是从没有生物的阶段 从头开始做小长的 但是次级小长就不是 次级小长是 原来这边有生物 比如说这是一座森林 后来因为森林大火 变成一片焦土 重新开始小长 这时候它的小长就很快了 因为你不用从第一 显胎开始 我的土壤在 土壤中可能还很多 休米的种子 此时可以直接萌发 直接变成灌木 直接长出桥木 所以它历经的阶段比较少 不用从第一跟显胎 分解岩石 这么早的阶段开始 这个地方一开始 就已经有土壤了 土壤中甚至还有很多 有机养分 无机养分 还有很多种子 直接萌发 所以四级小长 是从原来有生物的地方 后来因为某些天灾或人祸 生物不见了 这个环境重新有生物进来 重新发生物种组成改变的现象 历经的阶段比较少 时间很短 就达到巅峰群级了 所以一个森林烧完之后 几年后马上大树又长出完 大树的月板又长出来 很快就可以变森林 但如果是岩浆的裸岩 要更久的时间 才有机会 掩替成森林的状态 这是初级与次级小长的 一个比较版 好我们来看看 初级小长的一个例子 裸岩 第一行来进来 这是先锋群级 然后这边草本植物进来 然后这边的灌木 然后进来再桥木 慢慢变成巅峰群级 历经阶段好多 所以比较慢 但如果今天是 本来就是个耕地 本来就是个森林 我可能不种了 把树砍光 或是发生火灾 然后从头来 也不是从头来 因为这边已经有土壤了 直接草的植物 草的种子直接发芽 草本马上长出来 马上灌木 幼木 桥木马上长出来 历经的阶段比较少 所以比较快 就达到巅峰群级 这叫次级消长 OK 好 那我们看看 目前的地球 你要找到 初级消长 不容易了 因为地球演化 已经46亿年了 所以不太可能 有地方是从来没有 生物生长过 对 所以初级消长很难找 所以目前我们举的例子 都是说 什么海底火山 分发形成新的火山岛 或者是什么熔岩 火山爆发的熔岩 凝固成大岩石 就这几个例子了 可是次级消长就非常常见 比如说贝根帝刚刚说的 或是某个地方可能房屋没有人住了 开始重新又炒涨进去 变成废墟 也是次级消长 或是森林大火 这都是次级消长的例子 所以重新发生演替的距离很低了 这是跟大家讲讲 目前你看到的演替或叫消长 以次级的为主 因为地球早就已经被生物占据 要找到完全没有生物占据 而从头开始的初级消长 不容易了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 掩替这样的观念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整个自然界的变化的过程 它是怎样该发生的 我们知道之后 你才不会去影响 生态的平和 也不会浪费人类的资源 那这边举个例子 你了解说 这边是岩石区 然后也知道 这边的雨量跟温度 不可能会掩替成森林 但你今天呢 你花大钱 却在这边种大树 这边还是岩石呢 也还没有土壤 你就硬要种大树 来建立起森林景观 为了让你的附近的景色变好 这样子的处置 最终一定会失败 第一这边是岩石区 大树根本不适合长 第二是这边的雨量跟温度 也不可能长成森林 这最多可能变草原吧 那你这边硬种大树 这些大树最后也会死掉的 所以当我们了解 整个生物生态系 消长掩替的过程 我们才会知道 这个环境最终最终 应该会掩替成什么 而且它的顺序是什么 你可以去辅助它 然后经由你对它的了解 来做对人类最好的利用 但如果你不了解的时候 就硬弄 你会乱搞 那就会大失败 树也掌握出来 花了很多钱 就浪费了资源 好以上我们把掩替 或叫消长 就大概说明到这里